要说本年度最后一刮 恐怕非王力宏离婚莫属 12月17号事态再次升级 王力宏前妻李敬蕾发万字长文 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力宏 在婚姻中各种不负责的花式操作 可以说是把他与王力宏 认识20年以来所受的委屈 倾盆到处 信息量堪比五大胡 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来一探究竟 手撕渣男吧 重点一 冷暴力财产控制 王力宏携家人对李敬蕾长期实行冷暴力 被逼签署不对等婚前协议 所有婚后财产也通通转移干净 先前就有媒体透露 二人主要离婚原因为婆媳关系 在这篇长文中却也有被证实 只不过这仅为王力宏 七宗队的冰山一角 除了遭受王家人的羞辱和冷暴力外 王家人对于财富的把控也堪称一决 婚前不平等条约以及婚后的财产转移 可以说这场离婚 净身出户的竟然成了女方 重点二 招季且亲口承认 在控诉常文中 李敬蕾透露王力宏曾被拍到招季 并且亲口向自己的妻子承认 并解释说 是自己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下半身 重点三 各种出轨炮友无数 招季毕竟不安全 于是王力宏就利用自己优质偶像的身份 在世界各地发展了一批炮友 队伍庞大 组织缜密 但在相识20年的前妻面前 这都会被暴露得一干二净 李敬蕾透露 王力宏在很多城市的朋友 能够清楚地说出他的楼层和户名 甚至出了电梯 能够轻车熟路地找到王力宏的家门 为此 他曾想到与王力宏结束关系 但被他连续几个礼拜的电话挽留了 重点四 催生逼生 众所周知李敬蕾为王力宏带下三子 可以说在结婚之后 李敬蕾的生活就是备孕 怀孕 生子 再备孕 再怀孕 再生子 重点五 抛妻弃子 如果说生了孩子 能够担负起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 也算是个男人 但李敬蕾常会透露 这次的离婚是王力宏单方面的坚持 为的竟是未来遇到喜欢的女生 不想委屈人家成为小三 到底是谁能够有如此大的魅力 让王力宏为此折服 据传很有可能是白兔组合中的优米 一个曾在instagram上称王力宏为哄哄 后又迅速删除的哄言之计 重点六 卫炮违法 要说王力宏的冲动有几何 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好的诠释 就在去年疫情正严重的时期 王力宏的某位朋友在家开圣诞party 王力宏明知违反隔离法规 也飞奔过去与之聚会 或有小刀笑一声 派对的主人 则是台湾老牌艺人徐若萱 不得不说王总真是老少同吃啊 重点七 他还是他 虽然在这方面 李静雷说的很隐晦 但小编绝对能感受到 这绝对是这篇长文中最夹带私货 也是最压箱底的瓜 李静雷回忆到 自己怀孕快要生产之时 王力宏的舞蹈老师朋友 传讯给王力宏说 他觉得很伤心 以为他们是在一起的 注意 这里的他用以男性 并且小编查了王力宏的舞蹈老师 确为大老爷们 假之小编仔细看了通篇长文 发现李静雷对于他和他 两个代词的用法 非常的清晰 绝无混淆 所以这基本也是实锤了 王力宏的性取向 这不禁又让大家伙 想到了当年与李云迪 闹得非非烟烟的CP组合 现如今 云迪因为耐不住寂寞 调了个唱进去了 而王力宏该如何收场 这可还真是个未知数呀 好了 吃瓜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 李静雷这篇集 催生 冷暴力 羞辱 出轨 高机 转移财产 低签不平等条约 POA等等的控诉长文 希望能给不平凡的2021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在接下来的半个月 娱乐圈还有大事发生 那小编可真的就只能再加班给大家一一解读了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咱们下个瓜 再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by bwd6